鮑魚是配紅酒的 是的 鮑魚配紅酒 當年一哥就是把鮑魚和中餐的東西配紅酒 然後得到法國上議院給了獎 以及邀請一哥去上議院演講 這麼厲害 所以做菜做得像一哥那樣 就是很難得這些機會 那個時勢適合他 中國又剛剛開放改革 外國又看見你吃鮑魚的人都喝紅酒 那個配套 一哥就想找刀叉吃鮑魚才夠卡士 所以整個情形令一哥在國際地位很高 他有了這個地位 到我們現在做廚房仔 每個人都說拿獎 提升了 將廚房 尤其是中菜的地位 不是一個廚房佬了 已經是大師了 即是有人尊敬你 即是拍手掌 很多時候我發覺人很多時候 都是靠一個機會 我自己的廠安自己也是 我是靠那個時候剛剛東歐開放 大陸又有廠 那些電腦零件很需求很大 即是靠一個機會 就可以成就到自己一生的事業 這個機會 都是要你事前做好準備自己 你不要去怎樣研發煲一隻鮑魚 怎會有這個機會 那當然要裝備自己 一哥當日誰認識 他畢竟都不是一個廚房人 他只是聽面 一個營業部經理 他就是這樣去鑽研 由一個行外人的看法 去鑽研 你廚房的人都沒有想的 或者是因為他在外面 摸到客人的心態 一哥是一個頂級的銷售士 即是他很懂得鋪牌 很懂得包裝 包裝和很遷就到客人 他在餐飲平台中 他全超乎他自己的責任 即是他有好東西 他會推廣 那些東西好東西 法國酒哪個好喝 他有一個頭銷售士 但一定要找到最好的產品回來 材料 你才能推動 你騙下眼前 騙不到人兩次 人家進來你那裏吃 你吃那裏你搞不定 你怎樣要飛都沒用 所以他當年都是 煲了很多鮑魚 找一些大富人家 那些懂得吃的那些 喂 過來試試鮑魚 我又煲了 我家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你那些不行的 那些經常被人扔石 回來爬爬頭 又想想想 坐在那裏 一哥真的對著鮑魚在那裏 跟他聊天 怎麼搞得好你呢 我這樣煲 那些人又說不行 又差點什麼 還有我們煲鮑魚的方法 已經是轉完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因為你有經驗 已經累積到這麼多的經驗 到後來你跟別人說的時候 人家反而來要相信你 我煮了多少鮑魚 我煮了多少餐鮑魚 還有我們初初用的材料 是不停地轉的 我們試過找這些鴨的掌翼 鵝的掌翼 希望鮑魚的膠質重些 哪些膠質重些 鵝掌翼一定重些 我們試過的 我們也用燒鴨的掌翼 希望它吊起它的味道 其實方方面面都不停地去試 基哥其實你整個過程 你陪一哥一路走過來 他走了三步左右 在那裏摸索 我已經在成果裏 然後就在那裏轉 他說 一開始我們煮這些鮑魚和雞的材料 我們全部炸過 找油炸過 他說香些 但是後期的人 要走到這麼高的位置 所有的東西要還回最基本 最基本就是被人清 吃那個味就是那個味 就不做那麼多 其實很多路程走過 變化了很多 然後來回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煲法很穩定 都是不同的計 只不過想乾淨一點 我們入起魚袋 把材料分開 入袋裡煲 都是要一個那裏 就是那個很漫長的路 很多高高低低 當然時勢做到 你就在一個地位包如黃 就不能搞 我覺得那個堅持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堅持 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第一 第二就是你被人扔幾次石 你都說我還有下一次 因為有一個機會來到 那時一哥就去新加坡美食節 因為前面有一個摔底 那女法局叫他 你會不會去做 一個扔倒做 還有別人去到新加坡 去哪裏看東西 去哪裏玩 去玩 他沒有 他在酒店房的後樓梯 就是一級級的後樓梯 擺了幾個啞煲 真的這樣做出來 這樣在煲鮑魚等人吃 真的一手一腳自己下去做 是啊 我跟他出去做事也是 現在一進房間 喂 要浸冬菇 在浴缸上浸冬菇 在浴缸上浸冬菇 在房間裡的垃圾桶 那個桶 洗乾淨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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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來浸燕窩 哦 即是去到乾燕窩 即是哪裏有工具 就地去 最多要背瓦鍋去 有有 要推撿那個瓦鍋 一定背去的 那些飯殼 那些我們帶 我們鹽都自己帶過去 老抽自己帶過去 即是我們掌握到這些東西 去到別人的老抽 不是那些 那些鹽就粗一點 有些又不行 即是有時候 即是有時候 即是連冰糖也帶過去 煮燕窩 冰糖自己帶過去 即是 你在個身裏面 自己就把自己的配料出來 做這件事 就不用 去那裏找不到什麼 又找不到什麼 很多人去到那裏 去到那裏 以為自己可以 通常到處去玩 即是我和阿權 去做事 那些人就說 你好 你和他去那裏 你到處去玩 你問一下阿權 我們晚上吃了一頓飯之後 就是回酒店 他就不行 他要寫東西 但我也是在旁邊 想想明天的行程是怎樣 怎樣去哪裏 找些東西 即是你要有個專注 不是去到那裏 去到摩洛哥 我去哪裏 去哪裏玩 去到意大利去哪裏玩 沒有的 我們經常在房間裡 吃飯之後走進房間裡 安排好些東西 明天來到 車又說未到 時間到三四天 時間到那幾天 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就前功盡快 你就浪費了整個旅程 浪費時間 浪費錢 你沒有口碑 以後沒有人跟你去 誰要出去玩 而且你寫出來的東西 你都沒有東西寫 你都不知道寫什麼出來 你完全都不對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吃飯之後要聊 之後在房間裡聊 一會兒就聊到睡著覺 睡著床 他一張我一張 聊聊聊 累了明天才想 這樣完一天 其實你說睡去什麼 腦子都不停在思想那件事 睡醒覺 叮一聲 想通了 第二天早上第一句 我昨晚想過了 怎樣怎樣怎樣 要不斷堅持在那裏 要專心去做一件事 你一定是自己不停在那裏轉圈才行 做什麼都一樣 我跟一哥這麽多年 包心思徒這些 還有他的思想和我們 入了行的思想是兩回事 他經常想問 為什麽帶子煮到白色色的 別的色不可以嗎 不好吃嗎 有時被他問到 拋頭 他用一個行外的思維 來問你行內 對 他説試一下 加些蠔油下去煮 煮出來的色是深一點 但口味就好些 因為大家做廚師 這隻這麼雪白的帶子 我怎樣保持雪白呢 你只想去保持雪白 就沒有調味 有很多東西都推開了 對 為了固填雪白的帶子 原來不是的 加了蠔油下去 大家都有海鮮的味 提升了帶子的口味 一哥那些是研發 所以我們在這裏 經常反思 原來是可以這樣想 這不錯 有一個行外漢的心態 來挑戰回行內漢的做法 這樣撞到這些東西 有時是180度轉角 360度轉角 有時被他問到 口啞啞的 拋頭 但是做下去 他想要什麼效果 他告訴我 我亦都要自己去想 我這樣做 就可以達到一哥的效果 那又不用一哥自己想起做的方法 然後我給他試 這件事行不行 可以啊 臭小子 始終你是廚師 你是廚 因為那些細緻的東西 有時我想像到 他要這樣的效果 那我就和團隊一起去思考 達到那個目標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